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人少年 這是一個開啟工業與知識想像力的頻道 現在看頻道的你是不是每天在領著死薪水呢 是不是你的公司這一兩年非常的慘淡呢 是不是你在各個產業銷價競爭的狀態下 你現在也生活得非常的辛苦呢 我們一起來改變現狀 這一集我們要教大家的是 做貿易 四周面臨海洋的台灣呢 其實我們勢必就是要向外發展的 是的 我們台灣的人口 其實我們台灣的內需市場就是這樣子 那再加上我們台灣人天生好鬥 互相喜歡銷價競爭的狀態下 其實很多產業跟很多工業產業 都是過得非常慘烈跟慘淡的 但是呢 我在這個產業打滾這麼多年的狀態下 其實有一派的人他是受人尊重又賺到錢 這一類的人他大部分有一個共同的特質 就是他去賺國外的人的錢 他會聯合台灣的各個工廠 小工廠 大家宵宵來追班 做會來做一個東西 用這個東西去換刀了 這一類的人在台灣基本上沒有敵人 他都是好朋友 因為他幫大家賺到了很多錢 而在看我們頻道的你 不管你是做DIY的 是做裝修的 做水電的 基本上你只要會鎖螺絲 或者是你只要會做一些手工DIY 那看這一集都有可能會影響你的後半人生 非常重要 那既然今天我們就是已經決定要來做外貿了 我們有了這個想法 想要去做外國人的錢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要見王之來 我們來先看看台灣人做外貿的歷史 每當講到一個產業或者是一個產品的時候呢 你都可以分成三個層面來看 然後第一個就是他的整個大環境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行業的歷史 好比說食品的歷史 或者是能源石油的歷史 在還沒有人類發現石油 可以拿石油來煉油的時候 那根本不會有這個行業的歷史嘛 那第二個層面呢 就是從公司去看這個歷史 人類史上出現了這個奇怪的公司 這個奇怪的公司改變了這個環境跟產業的歷史 像Apple啊 華碩啊 大同啊 大同 大同 國豪 你出現了這個電鍋 那這個電鍋又產生了各樣不一樣的食品的烹飪方式 而第三種就是從一個經營者的生命歷史去看 好比說我們已故企業家王永慶先生 白手起家 白手起家嘛 賣米嘛 你家時間到了缺米之後 我去你家問說你要不要補米嘛 對不對 你如果現在用僵職的方式去經營 你公司絕對倒掉了 因為小T本身的工作其實很常會遇到一些 蠻厲害的老闆跟很大的企業家 有一個大重點就是 你千萬不要用以前的人成功的模式 複製在自己身上 然後在這個時代實行 因為成功模式是無法被複製的 因為你永遠不是他 你也不是那個時代的他 在那個時代下 就是要這個人 這個環境下能夠造就現在這件事情 所以在學我們頻道的朋友們 你就不要學了吧 你那個字卡都做得跟我一樣 你背景都做得跟我一樣 真的啦 走自己的路吧 你有的時候 不要去看人家怎麼成功的 我們要學習人家是怎麼失敗的 知道他因為這個原因失敗了之後 我們就要小心隱隱為戒 退教前懺悔 懺悔以前到底做過什麼樣的壞事 盡量去避開可能發生的狀況 只要你公司跟你的行業的生存機率 才會變高一點 台灣的工業或者是產業的歷史 其實你可以從日本統治時代開始 工業日本 農業台灣 也就是在這樣子的政策之下 日本他們會把他們工業產品 然後賣到台灣 台灣會把農產品去賣到日本 所以為什麼早期台灣會有很多機械工具 或者是武軍工具 它的名稱就像日文一樣 那也是有這樣子一個來的 而這個狀況到什麼時候改變呢 也就是在1931年的時候 當時台灣的農業飽和了 而且又再加上918事變 日本的南進政策 他以台灣作為跳板 所以當時他們又換了一個口號 工業台灣 農業南洋 所以台灣的工業就就此而發展出來了 而他做這個決定主要是為了什麼呢 就是在南洋戰爭的時候 它的物資能夠自給自足 所以這一路上呢 就產生了出許多的供應鏈 當今天這個大市場 或者是一個政府政策 他們提倡於什麼樣的東西的時候 那你周邊的環境產業 就會蓬勃發展起來 好比說當時 大家因為汽車開始普及了 那汽車開始普及的時候 什麼東西會開始普及呢 修車的嘛 石油嘛 或者是加油站嘛 就是當這個市場怎麼走的時候 這個產業鏈就跟著怎麼走 好我們車遠了 但是你看在那個大時代的環境下 誰賺到錢呢 做貿易的人賺到錢 他賣的是別人沒有的東西嘛 因為這個東西在這個地方稀少 所以他可以用更高的價錢 他不需要銷價競爭 就是要賣出去 因為人民幣需品 更何況的說資訊不如同 你想要開多少錢就開多少錢 當時的政府推崇的狀況下 因為工業台灣嘛 這些大型的製造業工廠出現了之後呢 就開始衍生了出後面的這幾間公司 像台電啊 中油啊 台糖啊 台塑啊 台鹽啊 有了這樣子的建設 跟當時因為資訊不流通的貿易加持之下 台灣就出現了五大家族 從北部的以礦業起家的基隆岩家 板橋的林家 台中霧峰的林家 彰化鹿港的孤家 就是現在的中國信託啦 還有高雄南霸天成家 這五大家族呢 基本上就是掌握了當時所有的權利跟勢力 但富過三代如今還屹立不了的 還能夠有幾家呢 We are February 所以這樣狀況下 你知道他們有掌握到什麼樣的訣竅嗎 掌握時機把握方向 在有一些狀況下 你剛好抓到了那個時間點 然後去賣了一個 人家賣不了的東西 或人家賣不到的東西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那造成這個資訊的很大的落差 你就有可能可以富可敵國 而台灣光復之後呢 其實我們又經歷了不一樣的幾個時期 好比說第一個1945年的美元時期 美國人的米粉啊 然後美國氣球啊 你有沒有美國氣球 就是以前的保險套 那個時候很多人就會幹一些戰鬥物資 然後或者是跟美軍交易的東西 然後拿出來賣 1953年呢 就是當時的進口替代時期了 台灣為了扶持一些比較幼苗的產業 在那個年代的台灣呢 就是你的塑膠要進口 水泥要進口 那很多東西你都需要仰賴進口 所以那個時候的小工廠呢 就是從小小的東西做起 因為技術也不是很純熟 良率也不是很高 開始慢慢生產 然後慢慢茁壯 這樣就不用仰賴進口了 而一路到1962年 那個時候就是出口擴張時期 其實那個時候呢 就是人口過剩 那個時候台灣人就是 晚上沒有什麼娛樂 所以大家大量生產人類 美國氣球啊 人很多的時候呢 就是工資就便宜 原本在扶持的小產業呢 也開始越來越茁壯了 台灣人開始可以自己生產東西 然後外銷到國外 在我們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到 像在電池行業啊 像電子零組件啊 或者是我們的成衣服飾啊 紡織啊 都是在那個年代裡面 我們台灣可以開始賣到國外去賺錢的東西 在那年代我們靠的是什麼呢 薄力多銷啊 人力充沛啊 環保完全零概念啊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廢疫就是亂盜啊 然後紡織業污染啊 然後河川亂流啊 就沒差啊這樣子 而一路到了下一個階段 就是能源危機時代 1974年到1984年 這是一個台灣人迅速往外擴張的時代 當時你應該有聽過你的阿公 或者是你的老伯 他們都會帶著一卡皮箱跑遍全世界 當時那些神敗們呢 就是會看到一些雜誌 然後翻著英文詞典 然後呢 慢慢去翻譯他們的單字 然後就跑到國外 然後講著一口 可能不太流利的英文 拿到國外去接單 然後讓回來台灣去生產 當時也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 所以賺的也是 DOWN 剛剛沒有提到能源危機 你對能源危機有興趣是不是 能源危機是一個極度聰明的商業模式 當時呢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搞了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禁止把我們的 就石油運到國外去了 假設我一天能夠 產出兩公升的水 這聽起來很變態 假設我們今天辦公室十個人 我一天能夠產出十碗飯 但突然 我一天只做兩碗飯 你們自己去搶 那這個時候你們會怎樣 付出更多的錢 或更多的勞利 然後來想要吃這個飯 當時的能源危機阿拉伯 又是這麼減 但是全世界都需要開車 每個飛機 航運全部都要游 一個石油一桶 從當時的三塊錢 一路漲到十二塊錢 那變四倍 所以你看為什麼現在 他們那群人這麼有錢 掌握時機 把握方向 假設現在過了十年後 電動車跑得比汽油車還快 沒有人要買石油了 你看這些阿拉伯人 他還跟你消耗多久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台灣也採石油 有人講過嘛 台灣可以採石油 每個地方都可以採石油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買到這麼貴 這個就是一個在貿易跟經濟上面 一個基本的概念 它比如說我們去五金行 買一個砂輪機 你知道五金行它是什麼樣的角色嗎 經銷商 經銷商很可憐耶 他可能要拿兩千塊 去跟代理商買到的這台砂輪機 然後賣你賣多少 三千五 金星化機器員 不可憐啦 我告訴你 現在砂輪機的價錢是長的 現在電動工具 能夠賺你五十塊賺一百塊 就是已經很了不起了啦 所以你都要拿出一個很多的錢 然後去跟代理商 去買到這個產品 買到產品之後 你就賺那個中間的利潤 因為不是他不會生產 他也不會製造 但是他銷售嘛 他如果是從國外的品牌 來到台灣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人叫代理商 代理商很可憐耶 代理商不是拿個兩三千塊 去跟上游買東西 上游商是拿個幾千萬 去跟這個品牌包貨 包下來 再分包給蘭多經銷商 所以他有時候壓貨 可能要一賭就是賭幾千萬 如果這個東西他代理進來 結果完全賣不動的時候怎麼辦 破產啊 有的跳樓啊 有的就結束啦 就是沒辦法搞 代理商的東西是跟誰拿來的咧 產品一定會有工廠製造嘛 製造商 很可憐耶 像我們幫人家製造一個東西 人家就問說 阿你這個成本多少錢 然後三十塊 結果我在講完三十塊的 過兩個禮拜之後 原物料大漲 那怎麼辦 人家破地呢 三十塊你也要自己做下去 你不做下去你就死掉到死了 不然就是有人會有一些 江湖技巧 有的時候說 你做不出來是不是 那不然你工廠併給我吧 那當我們的子公司 製造商 除了要單技術要製造之外 良率也要製造商承擔 物價上漲 那股市亂跳的時候 那也會被影響到 很可憐耶 但製造商他為什麼要做東西 因為有品牌方嘛 有一個人是做品牌 有像一個 有一個畫出一個勾勾 然後畫出一個勾勾 就說我們用這個勾勾 然後來生產各種東西 就品牌方 品牌方 很可憐耶 你想要做這個品牌 你有一個企業的理想 你有一個創造的想像 你還不知道賣得好不好之前 創品牌的人 就是要拿增加去炸在那個生產上面 所以有可能你增加炸上去 賣不出去就倒閉囉 很可憐耶 如果我們在這個內需市場裡面 還在互相競爭 還在互相逗來逗去 很可憐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去賺別人的錢 但是如果今天看我們頻道的 你只是個三人公司的小工廠 或是兩人公司的小工廠的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影片講到現在 已經告訴你一件事實 就是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現在你不需要再拿著一卡皮箱 飛到國外 你也不一定要透過貿易商 或者是你也不一定要透過那個 外貿協會 外貿協會很棒 就是你可以去加入他們 你也可以去用他們的方法 如果你每天很無聊 又領著死薪水 但是呢 你又不知道老闆什麼 都會把你升錢或加薪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試著 去跟不一樣的工廠 或者是跟不一樣行業的設計師 然後去常常互相交流 然後把你們做的東西呢 放到國外的網站上面去販賣 好比說Avalon 這是一個大家很少用的軟體對不對 因為你要賣的不是台灣人 所以你要去做一些你從來不習慣的事情 那你把它 只要拍得漂漂亮亮 告訴人家這東西應該怎麼用 丟到Avalon上面 你也可以找你秀秀附近的朋友們 大家為了要充這個生產量 是大家可以合作在一起的 大家看到你就是財神爺 他再也不會看到你像是競爭對象一樣 這麼樣不爽 要記住這件事 當你如果能夠創造出這個市場跟環境的時候 你就是人上人 德高望重 而我們拍這類的頻道呢 也是希望大家能夠開啟你對工業知識的想像 小到手工具 大到CNC 或者是一些你想像不到的任何五金工具 它其實都能夠在上面上架的 於是今天我們就幫大家找了一個Sample 這間公司呢 它其實就是靠著Avalon 它以前是做B2B的 現在可以直接做到B2C的 但是有一些細節跟有一些規範 其實你是要注意的 那我們就來去這間公司吧 台灣就有一間公司叫 Wave Locker 他們就是在做各種形形色色的鎖 去銷到世界各地 你這間公司 你想要把你這個產品 去賣到世界各地的時候 千萬要注意每一個地方 他們所在意的東西是什麼 他們的格式是什麼 使用的生活習慣裡面 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東西也是你要注意的 像我們身後 一路從手把 然後到它的電子面板 然後或者是各種 你所看過跟沒看過的各種形式 在一個門鎖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五金鍵 光過板就有分成是鑄造的 鍛造的 或者是你有管子彎的 那就是很多形形色色 它其實都是一種鎖 那可以現在一分鐘把所有鎖撬開 那個RARUAA跟薩倫機包拿過來 要合法的方式 合法的方式是不是 現在的開鎖方式其實有非常多種 這種是有螢幕的是不是 合法的方式就是說 要用有圈線的扇點 是 來開門 像其實現在的鎖 你其實用RFID 或者是你用悠遊卡 它裡面的編碼能夠進到你的電子鎖系統 你就可以很容易可以打開你的鎖 對於卡片或者是密碼來說 都是身外之物 是 那只有人臉 鑰匙跟密碼都是身外之物 超好哲理的這個 為什麼你們這邊上廁所也要逼嗎 因為就是我們有做那個門機系統 你可以查我同事上廁所上了幾次一天 可以關心一下健康 關心一下 關心你做鎖 它其實就有很多 你一定要知道那個地方的風土名情 跟妹妹的鎖 這邊的鎖是屬於是削 我走 麻煩合法的方式 鑰匙跟卡片 還有密碼 它都可以來做到一個開門的 旁邊其實跟 可能你跟你台灣看到的 就不太一樣 裝門的時候 你第一個要注意你的那個門後 然後還有你的旁邊的門框有沒有 它不是會有一些那個洞嗎 那你如果今天你要改電子鎖 你就要看你門的那個洞 那跟你要裝上去的 它是不是 是能夠契合的 不然就是鼠匠可能要幫你去開口 那因為德國的工資非常的高 我們以前在轉鑰匙的時候 可以帶動它的那個鎖的這一段 去擋住你的門開關 如果今天你要換成電子式的 它們就很聰明 把它這個螺絲拆下來之後 整個模組抽出來 然後你就再插入它們電子式的 再插進去 不用大費周章的去改你的整個門 以前你們是做IC的 跟射擊技術 就是幫比如說汽車電子 幫它去射擊 如果它的任體 如果寫到可以完整 只會一台車怎麼開啟 不好意思老闆 鎖住了 沒有 好 它旁邊的這些 左夾是一個部件 然後你的那個握把這個又是一個部件 然後裡面的電子系統 又是算是一個部件 對 所以它整個有三大部件 然後去合在一起 所以像是你們公司也是 把一些產品 是上在AML上面的 上一些讓大家比較好 簡單安裝 實作的東西 它如果需要太複雜的 工班配合的時候 那 大家就很難在網路上購買 直接去買到這個東西 對 那像美國人 它的安裝動手能力比較強 所以可能 它買回去一支全新的電子鎖 它可能可以把它家門改得 非常特別 那像歐洲人的話 它如果動手能力比較 文雅一點 那它就可以買好安裝的產品回去 然後可能一分鐘它就可以完成升級 那像亞洲人的話 亞洲人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來請專業的 師傅委員 那 既然你要賣到 你知道歐洲國家 你知道歐洲國家還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跟台灣不太一樣嗎 下雪 欸 聰明 下雪 每到冬季嘛 其實不管是歐洲 其實像日本 之前來找我們的那個 南歐亞社長 夜三條那邊 每到10月11月的時候 他們就會大雪 那個雪會滿到你的 一樓是看不到的 雪跟水 然後完全包在你的鎖上面 那 如果今天你是用電子類的鎖 或者是你的鎖需要接Wi-Fi 還是你是用RFID開的 那 它都很容易會壞掉 這個台灣這間公司 他們在設計要銷往國外的東西 要放到AMRON上去賣的時候 其實你就要注意喔 這個國家它的氣候環境是怎麼樣 他們的鎖就是能夠做到IP68 就是完全防水防塵 你把整個鎖一路把它浸到水裡面 然後它都完全不會漏電 所以其實拉回來 這一集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今天有的時候你工廠做的東西 或是今天你想要使用衛星工廠的方式 讓台灣不一樣的大大小小的平台 然後去幫你合作做出來的東西 你都可以放在AMRON上去賣 因為有的時候有些東西 台灣或許沒有市場 但是你要相信 這個世界上有60億的人口 現在大概是80億左右 現在已經80億了 這個世界上有80億的人口 就是你要相信 這世界上一定會有人是喜歡你的東西 或需要你的產品的 所以雖然今天我們舉例的是拿一個 就是鎖的公司來舉例 但其實你都可以把你的原物料 白鷹鈴 培鈴 或者是大到工具機 小到用一個板金做出來的五金小零件 那它都可以丟到AMRON上面去嘗試 而我知道 雖然大家對於這個平台還沒有這麼樣的習慣 但是它其實是在海外很多人在使用的平台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階級想要推薦給大家 去嘗試一些你平常不會去做的事情 那你的機會就說不定就是你的轉機啦 而它的平台的概念其實跟你現在所常用的平台都差不多 你如果常常在上面丟東西賣 那它很像是YouTube的那種點閱一樣 就是你常點你常看它 或者它成交次數只要越多的話 那它就很像是在賣那個關鍵支付 就會把你的曝光量越來越多 你如果今天你想要拓展海外市場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去積極嘗試這個 你從來沒有嘗試過的東西 雖然說我知道我現在講完你還是不會去試 但是沒關係 機會就是讓那些就是你勇於嘗試的人去掌握的 我們再也不要回到那個到處去比價錢的世界人 你寧願要做出自己新的產品 然後去拓到一個全新的市場 那你就不需要再跟國內裡面 大家一起去對面打渾水仗 那我們拍完這集之後 我相信各位的朋友們一定會有 100個就是關於這個東西怎麼使用的問題 那AVON他們現在在各地也有去做出一些中心 而在3月底呢 他們在台中有成立一個跨境電商的體驗中心 所以你任何有想要上架的問題 或者是你有任何銷售的問題 你都可以直接去問AVON的官方人員 這一切的課程是全部免費的喔 所以今天各位老闆如果你要重新生存 你要到海外生存 或者是你是一個愛老闆的好同事 你想要為老闆重新生存 那你都可以去參加這個免費的課程 而在6月6號呢 他們在台北文創跟台中跨境電商體驗中心 也同步舉辦的2023服務商博覽會 它也是免費的喔 總而言之有相關的內容 大家都可以去多多參與 然後也可以重新為你的人生 找出一個新的出路啦 如果台灣搞不出來 那你就到國外搞吧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超新商店 如果你喜歡這類的影片的話 你可以先按按喜歡 或者是你對於對外貿易 或者是你對於工廠專輯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有什麼樣的看法 都歡迎你可以留言來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禮拜見囉 拜託 基本上在我們頻道裡面 很少有一個老闆會站在這邊講這麼久的 對那通常在這邊講這麼久的時候 那個老闆你有哪些鎖是適合台灣人買的嗎 我剛剛看到那個電子鎖 我是覺得蠻不錯的 它這個是上面有密碼的 又有指紋嘛 這個大小我爸媽有時候要來我家裡面抓人的時候 會比較 要好按 它這個是可以遠端開的嗎 對它也可以做APP用的 就是在日本也可以開台灣的門 對或者是看你什麼時候偷偷回來 那真的不錯 那真的不錯 就這隻 好屁數了 你只要是阿翔是頻道的會員 你都可以享有這隻的八折優惠 所以我們為了答謝所有有支持我們的會員頻道的朋友 然後你都可以在我們的會員頻道裡面 然後去看到我們不定時有提供的會員 然後或者是不定時就是for這個專欄所給的優惠 我們來看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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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屁 также 更新鮮的時間 我們去判斷 請iert 停